哇 有沒有 這樣就一隻了 直接下水 起來就釣到一隻魚 歡迎來到戶外看 我是小優 今天呢 看到這個天氣 看到這個景色有沒有 好山好水 好會下雨就知道 我人又在宜蘭啊 剛剛又下了一陣雨 身體有點擔心喔 那今天來宜蘭呢 就要來釣魚 那這邊呢 我看了一下 魚體都比較小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一隻 特別的桿子 這一隻 這一隻就是三尺的微物桿 三尺微物桿 四五吋法啊 收起來 差不多才四十公分而已 你們可以去找一下齁 這隻叫做 三尺微物桿 那如果找不到也沒有關係齁 你只要在蝦皮打多毛棒就找得到了 它上面就接了一個0.6號的母線 然後隨便配了一個 讓它飄起來的標 然後幾個擋動作木印 然後用牛屎基磚用勾 新半月牛屎基磚用勾 那今天的耳我們用的是這個 今天的耳 萬能耳 那今天我們這個算是微物調 那耳的勾法呢就是像這樣子 勾肩 我們只要輕輕的畫過這個耳 輕輕畫過這個耳 讓它上面勾肩有一點點就好 我不知道能不能對焦耶 勾肩有一點點就好 勾肩沾一條耳 直接給它下水 哇 有沒有 這樣就一隻了 直接下水 起來就釣到一隻魚 那這個是我們這裡的 宜蘭的條紋小巴 沒有錯 今天我們就專門來微物調 條紋小巴 像這樣子其實只夠一點點啦 很容易被倒耳啦 因為耳很容易被吃掉 這個還是建議用小一點的標啦 或者可以用什麼蟲標 釣組之類的 但我現在手上沒有那個 哇 又中一條了 這條比較大條一點 哇 這樣子又一條了 微物調 我個人覺得微物調是一種非常有趣的方式 那微物調呢 它也叫做小物調 那顧名思義就是叫一些 體型非常小的魚 像是牛屎劑啊 還是這種小巴啊 或者是 大肚魚這一類 都可以用微物調法來釣 像這樣小小一塊萬能耳 就可以玩很久 那是一個殺時間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很好玩 雖然我不是很會釣啦 老實說 剛剛那個沒勾緊 像這樣子勾一點點 真的很容易被搶走 不過我們要玩的就是開槍時機 就是它吃耳的那個時機點 會不會散開 那是甚麼 好了吧 很可愛 哇 一隻來了 還有一隻 有興趣的朋友各位都可以試試看 這還蠻簡單的一個釣竹啦 只是湖標比較難找那種新一點的 哇 這邊有人在洗菜挑了很多衝過來 這個地方有還蠻多當地居民 會來這邊洗菜洗衣服的 像我剛剛一開始來的時候啊 就是有看到人在這邊洗衣服 對了 講到這種小霧釣 微霧釣 你們知道台北有一個課程是專門教小朋友釣魚的嗎 就是用這種微霧釣的方式 對 那都在教小朋友釣 乳菜雞辣 牛屎劑 可以到Facebook查一下牛屎劑老師 我覺得非常有趣 哇 今天全部都是小巴耶 全部都是小巴耶 全部都是小巴耶 都沒掉到其他的耶 剛來其實有看到還蠻多其他種的 會一直是釣補的 無法是釣補的 反正說的 如果是釣補的 然後呢 沒有 這會是釣補的 就是釣補的 還有多少釣補的 那麼多釣補的 下釣補的 有釣補的 有釣製的 真的很燙 3加大 條文小八 台灣分部範圍在中部以南 身上有6到10條不等的黑色系橫穆 有明顯兩條口虛 它有個靜原種叫做史尼氏小巴 分部範圍在台灣的中部以北 身上有四到六條不等的黑色橫紋 普遍為四條 所以又被稱作四點睛 口虛較短不明顯 宜蘭過去是沒有小巴的紀錄的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小巴呢 有個傳聞是這樣 宜蘭有一間漁場 早期有養殖原生魚 當時裡面就分別飼養了史尼氏小巴與條文小巴 後因不明原因流出漁場 導致宜蘭開始出現了小巴 兩種小巴照理來講 因為地緣的關係是分開來不會相見的 但因為人為的因素 讓兩種靜原種的魚見面 他們也因此發生了雜交的情況 並且後代是具有繁殖能力的 那經過多年的時間 已經幾乎無法在宜蘭 找到純正的史尼氏或者是條文 現在出現的都是這種雜交的條文小巴 期間也不排除有人野放的可能 這裡又要提到一個詞 叫做本地外來種或是本土外來種 意思是 原本不屬於這個地區的原生生物 經由人為因素 在不該出現的地方出現 就如同原本沒有在宜蘭分布的兩種小巴 就這麼在這邊出現 這樣異地野放 異地流放會造成的問題非常多 除了與原七地的原生物種競爭外 如果和七地的原生競原種 生物發生雜交的情況 有可能導致該地區的原生物種就只消失 縱使是不同七地的同物種 也可能造成生物基因污染 同質化 導致基因失去地方的特有性 目前全台都有零星出現這樣的案例 所以必須要在這稍微提及一下 縱使是原生種 我們都不應該擅自放生在不屬於原七地的地方 任何放生行為 皆需要相關單位評估完成過後才能實施 請各位一定要謹記這件事情 剛剛勒 突然下雨了 我就打算 賣掉啊 剛剛繞了條文小巴 那像這個啊 我就覺得說它非常可愛 就是很適合拿回去當寵物養 今天其實主要就是 趁一個天氣空檔 然後釣一下魚啦 沒想到 沒辦法釣多久 那今天就像這樣 釣宜蘭產的條文小巴 你現在講雜交巴啦 雖然是這樣啦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漂亮啦 這個就適合說拿回家養就好了 然後就把它養到老死 那這就是今天的維吾釣 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發片通知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留言在影片下方 那我們下次付外科見 掰掰 咦 1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